《一位道綱》 這張畫的題目叫做《一位道綱》 一講到這個故事 我想大家都會聯想到 講到哪一位人物 沒錯 就是達摩祖師 達摩是時限中的一位祖師 他這一張作品 是將達摩祖師描繪得非常不凡的人物 從他那個凌厲的眼神 再加上他一個比較高昂的身影 可以看到他一個非常之 拱拱有神的一位人物 還有再看到他就說 你猜他站著什麼呢 他就是站著這塊奴偉葉 就橫過一個很遼闊的江河 可以看到這個傳說的景象 就表現了這個人物的 非常之不凡於平常人的一種的能力